2011年1月25日,山西一个叫高显村的地方发生了一起离奇命案 办案民警进入现场后,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一个小小的卧室里,地上,墙上,床上,桌子上全是喷溅型血迹 一名女子脑浆泵裂,倒在血泊之中 更让人气愤的是,女子身上只穿着那一裤 生前应该遭受过侵犯 民警在死者的床上发现一根带血的钢签 经过鉴定,死者是被钢签反复击打头部 导致颅骨碎裂而死,凶手十分凶惨 颅骨完全被打碎,基本看不出死者样貌 死者名叫董雪芹,41岁 丈夫乔大军在外地打工 一对双胞胎儿子在城里上高中 家里只剩下他和年迈的公共老乔 为了补贴家用,董雪芹在家中开了一个小卖部 还摆上了几张麻将桌 平日里有很多村民来打牌 报案人就是公共老乔 为了避嫌,他单独居住在隔壁一间土房子里 据他回忆,前一天晚上他去睡觉的时候 董雪芹还好好的 夜里他睡得死,并没有听到什么动静 董雪芹的死在原本平静的小村庄掀起了滔天巨浪 村民们纷纷猜测 他是不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得罪了人 所以才招来杀身之祸 高显村几十年没发生过凶案 董雪芹的死很诡异 然而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更诡异的事 根据当地封锁 人死之后会请职业守灵人守灵三天 可董雪芹是意外横死 一般守灵人都不愿意接这个活 只有一个叫韩天喜的老人坚持要提的守灵 可就在守灵的第二天早晨 有人发现韩天喜离奇地死在了董雪芹的坟前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现场没有搏斗痕迹 警方也并未在他身上找到任何伤口 韩天喜是怎么死的 会不会跟董雪芹的死有关联 案发的时候正值春节前夕 村民认为这不是好兆头 吓得都不敢出门 同时也猜测 韩天喜是不是发现了董雪芹死亡的秘密 被凶手灭了口 凶手还会不会杀人 下一个被杀的又会是谁 警方压力非常大 必须尽快破案 而破案的关键还是在董雪芹身上 现场勘察发现 凶手是翻墙进入的 然后打碎房门的玻璃 用里面的钥匙打开了门 根据这一情况 警方完全有理由怀疑是熟人作案 凶手十分熟悉死者家中的环境 不然怎么能精准地找到钥匙所在 与此同时 警方还发现很多解放牌交邪的邪印 可惜这种交邪在农村很常见 很难通过它来锁定凶手 凶手很狡猾 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 现场并没有提取到可疑的指纹和DNA 根据邪印判断 凶手身高大概是1米75到1米8之间 而死者被害的时间大概是凌晨3点左右 由此警方推断 凶手应该是一个未婚的独具男人 那他的杀人动机是什么呢 据调查 董雪芹是一个口碑很好的良家妇女 跟村民的关系都很好 首先可以排除仇杀的可能 董雪芹死的时候 衣服虽然基本被脱光 但体内并没有男性体液残留 不确定是否是情杀 最后还剩一个劫材杀人 可死者家中并没有被翻动的痕迹 值钱的东西也没丢 董雪芹有一个习惯 小卖部的零钱只要凑够100就会收起来 所以钱柜里的钱不会超过100块 小卖部的钱柜确实是空的 难道凶手是为了几十块钱杀人 这也太扯了 正当案件陷入僵局之时 警方在韩天喜家意外发现一条重要线索 他儿子韩和君竟然有一条带血的牛仔裤 并且上面都是喷溅型血迹 韩和君44岁 身高1米8 未婚有盗窃前科 以前他经常去董雪芹家里打牌 对他家里的环境十分熟悉 种种特征都跟警方掌握的凶手情况相符 但抓人需要证据 警方一方面对带血的牛仔裤进行检验 同时对韩和君的情况做详细调查 在村民口中 韩和君是一个不务正业的闲散人员 平时就喜欢打麻将 赌博 从不工作 一直都是花父母的钱 其他村民都住上了新的小平房 楼房 只有他家还是破旧的土房子 说的直白点 韩和君在村里是臭名远扬 但说起杀人 村民们又都说不可能 韩和君胆小怕事 平时跟人打架只有被打的份 就连小孩也可以欺负他 就算是给他一把刀 也不可能去杀人 况且 就算他敢杀董雪芹 那也不至于杀死自己的父亲吧 这个时候雪库子的化验有了结果 竟然是猪血 难道韩和君的杀人嫌疑就这样排除了吗 警方并没有这么草善 韩和君的足迹跟现场的足迹十分相像 而且案发那晚他也没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 所以警方决定继续对他进行调查 同时排查周边所有符合特征的男性 经过筛查 总共找出57名体貌特征和凶手相扶的男性 其中一个叫李军的人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董雪芹被杀死 他的手机也被损坏 后来警方恢复了手机中的短信数据 发现这个李军在案发那晚的凌晨两点给死者发过短信 内容比较暧昧 大概意思是我想见你 立刻就要见到你 警方推测 李军可能对董雪芹有什么不好的企图 两人发生争执后 将其残忍杀害 李军 42岁 高险村人 已婚 育有一女 在调查过程中 警方发现李军跟他的家人有创供嫌疑 他的嫌疑很大 但警方目前并没有直接的证据 所以还是只能继续调查 韩和军跟李军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凶手呢 警方反复勘察现场 意外在厕所发现了低落型的血迹 民警猛然想起 董雪芹左手上有一条刀伤 而砸死他的钢签原本就是他家的 警方有此推测 凶手是带了刀子进入现场的 可能在搏斗过程中 刀子被打落 所以才换成钢签杀人 结合厕所中的血迹 警方怀疑凶手将刀子扔进了厕所 为了验证这一猜测 民警忍着恶臭掏空了粪坑 果真在里面找到一把踢骨小刀 这种刀一般是屠夫用的 警方迅速排查了高显村的所有屠夫 最终锁定了一个叫郑旭的人 经鉴定 踢骨刀就是属于郑旭的 截至目前为止 已经有三个男人具备杀人嫌疑 凶手到底会是谁呢 面对民警的质问 郑旭矢口否认杀人事实 踢骨刀确实是他的 但这把刀在1月20号的时候就弄丢了 那天他去集市上卖肉 回家的时候才发现那把刀不见了 而他接下来的回答却成了破案的关键 20号那天 韩和军曾主动帮他卖肉 现在想想 最有可能偷刀的人只有韩和军 警方立即将韩和军带回了警局 根据目前掌握的证据 他无疑就是最大的协议人 一番审讯之后 韩和军承认了杀人事实 同时也交代了杀人动机 一切都是赌博恶习引起的 韩和军没事的时候就待在董雪芹那里打牌 虽然打得不大 但今年累月下来 却也输了不少钱 1月初的时候 他把身上的钱都输光了 仰看要过年了 甚无分文的韩和军 又准备干盗窃的老本行 第一个目标当然就是开小卖部的董雪芹 以前打牌的时候 他看到董雪芹都是把钱收进钱箱 本想着捞一笔就走 只是没想到董雪芹把大额的钞票都藏了起来 无论他怎么逼迫 董雪芹宁死也不给钱 一怒之下 他就杀了对方 可笑的是 最后他只在小卖部里找到50块零钱 就因为这50块钱 董雪芹丢了性命 乔家只剩下老小四个男人 而韩和军的老母亲也承受不住打击 选择离开了高险村 一个人到处流浪 至于韩天喜老人 警方后来做了事件 确认他是死于心脏病突发 警方推测 他可能知道儿子杀人的恶性 所以才坚持替董雪芹守灵 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赎罪 只是没想到自己也丢了性命